那你考完试以后,你去庆祝了吗? 你考完试以后,考试考完了。 因为昨天晚上我也去参加了一个活动,然后我看到有很多人在庆祝Halloween,所以最近好像大家都在过节。 你有没有去庆祝? 对,我去的。 所以你昨天晚上开心吗? 对,我也有很多。 因为我认识的,我认识我的天,我认识我的天,我认识的,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的天啊。 Costume 这个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你们 这个派对呢 是一个 怎么说 是一个化妆的派对 是吗 哦 这个很好玩 那昨天 有没有玩到很晚 对 所以我去了 你去了 你去了 但是怎么样 我没有 因为 我没有 化妆 哦 你没有化妆 哦 好 所以你就是 你自己本来的样子去的 是吗 这个 这个心情 就是今天 所以 没有了 但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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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你需要 放在 这个 上 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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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啊 没有假发 假的头发 你戴了假发是吗 哦 所以你戴了假发 但是没有穿那个 没有化妆 也没有穿那个 节日的衣服 没有穿其他的衣服 哦 哦 那这也算是一种装扮了 应该很有意思 那你的朋友喜不喜欢 你戴假发的样子 他们认识的 没有 没有 我还帮 他们给我 是他们给你的 哦 那你觉得你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你觉得你去参加这个派对的时候 呃 你看到的 给你印象最深的 呃 装扮 是什么 就是给你印象最深的别人 别人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都都扮成什么样子 所以呢 所以呢 你昨天去的时候 你没有化妆 呃 也没有穿那些特别的衣服 但是 就是就是说别人都 比如说别人化妆了 然后他们穿了 然后他们穿了很特别的衣服 那你觉得他们 他们 别的人里面最奇怪的 或者是最有意思的 最有意思的造型 最有意思的 costume 是什么 嗯 不知道 我是在一家 就是一个身体 但是 是一个就叫 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 不知道 嗯 哦 如果 就是 怪 哦 对 对 所以 对 对 对美国现在 就是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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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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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仙人掌,啊,这个太奇怪了,非常奇怪,而且,啊,有很多僵尸, 哦,这个是巫师,嗯,也可以,啊,女巫,是吗,女巫, 哦,哦,所以,每天,在那个拍摄,至少有三个,是僵尸,嗯,哦,所以有僵尸,有女巫,还有仙人掌,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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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哦,那看来,昨天晚上玩的还是很开心的,哦,嗯,哦,我想,我想问,嗯,你昨天参加了,什么? 哦,你说我参加了什么活动呀,嗯,然后,我昨天晚上吗,我昨天晚上,嗯,参加的那个活动是,那是什么? 就是我,我上个星期的时候呢,上个周末我去,呃,这个是,和我上个星期,上个周末参加的活动有关系, 因为我上个周末去了,一个,一个创业大赛,就是一个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然后,我去那帮忙,呃,因为我是,他们这个活动的翻译,呃,而且呢,就是, 这个有一点复杂的,就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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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就是他们的一个volunteer,然后也做他们的翻译, 所以我上个星期去参加了这个活动, 然后,这个星期呢,他们这个活动办完了,办完了以后呢, 他们要开一个叫做表彰大会,然后表彰就是说to,to praise,to,to give up words,这个意思, 对,然后,所以我就去了,我去了以后呢,呃,他们就给了我,给我,给我颁奖, 颁,对,对,他们表彰我,对,我,呃,还有一些我认识的人, 然后,他们表彰我呢,就要给我颁奖,就是说to give me an award, 然后,然后呢,就是感谢我给他们做翻译,呃,因为我不仅给他们做了笔译的工作, 就是他们有一些document,然后一些brochure,然后那些是我翻译的, 然后,另外呢,虽然这个活动呢,呃,当天参加的很多人都是中国人, 但是呢,呃,他们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一些judges,呃,是外国人, 我就给其中的一个,一个judge,一个评委,给其中的一个评委做了,呃,做了翻译, 就是差不多是那种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然后给他做了很长时间的翻译, 对,就是比如说,呃,那个judge坐在下边看, 然后上面呢,会有,呃,会有参加比赛的人, 他们会讲,呃,会讲他们的那些pitch, 就是说,比如说,说,what my project is like, why should you give me funding,什么什么,就是讲这些, 上边的人呢,是用中文讲的,然后,呃, 所以呢,我就坐在那个judge的旁边,评委的旁边, 然后呢,上边的人说中文, 然后我就给他翻译成英文, 就是上边的人说什么,我就要翻译什么, 对,对,这个是很难的,呵呵, 嗯,然后,而且也非常累, 所以他们昨天,他们昨天就给我颁了奖, 然后呢,颁了奖以后呢,呃, 然后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然后,比方说,他们有烤鸭, 然后,呵呵,还有什么牛肉一类的, 嗯,呵呵,嗯, 你喜欢吃烤鸭吗? 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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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给你什么? 鸭头 哦,所以吃烤鸭的时候还有鸭头吗? 哦, 诶,等一下, 你的寄宿家庭给你吃的那个烤鸭是什么? 是,是南京的还是北京的? 哦,是南京的, 所以,所以,你那个烤鸭是怎么吃的? 嗯, 哦,所以把烤鸭切成小块,是吗? 嗯,哼,大意思 哦,切成片, 会切成片 对 把烤鸭切成片,然后呢? 然后有什么? 嗯,我听不太清楚 Bread,哦, 呃, 所以你们的那个bread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是饼,对不对? 就是那个圆形的,比较薄的,嗯, 对,然后有饼 哦,把那个烤鸭放在饼上 哦, 所以这个有点儿,所以这个有点儿像北京烤鸭,对不对? 酱,对,那个酱是不是甜的? 啊,所以那么你们吃的那个烤鸭的,烤鸭的皮,是不是比较脆? 是那个鸭子的皮,是那个鸭子的皮,就是鸭子的 skin,然后那个皮是不是比较脆? 脆就是这个意思 啊,所以你们吃的是北京烤鸭 南京那个呢,其实好像叫烤鸭,南京那个是咸的,然后 吃的时候也没有,没有什么饼啊,什么的 然后,对,一般来说呢,大家说到烤鸭可能都是北京的比较有名,但是我想呢,因为你去的是苏州,也许你吃的不是北京烤鸭 但是看来你吃的是,嗯 啊,对,那个是非常好吃的哈 然后 我刚才呢,正在找一家那个烤鸭店,因为你说纽约哪能吃到比较好吃的烤鸭 呃,但是我,我没有搜到那个地址,就是有一个北京很有名的一个烤鸭店,叫做大董烤鸭 这家店,这家店在北京很有名,然后呢,他们今年的时候,就是在今年不久以前,他们在纽约的曼哈顿四十二街 呃,我记得是在Briant Park和那个时代广场的中间的那个部分 呃,总之就是在时代广场和四十二街的附近,然后他们开了一家纽约的分店 就是他们在纽约开了一个branch 所以我觉得那一家呢,既然在北京很有名,所以我觉得那个应该会不错 但是我没有去过纽约的那家 没有,纽约的那我没去过,因为,呃,据说他们很贵 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呃,我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开张 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了 还没有开张,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呃,因为,呃,可能他们实际的价格也许不是那么贵 嗯 我想他们应该是比较正宗的 因为很多,很多在纽约喜欢吃烤鸭的人都觉得,呃,想要去他们那尝一尝 因为他们是从北京过来的 嗯 嗯 嗯,可以去,可以去试一试哦 不一定 因为,啊,我看看 哦,好,我给你这个网站 然后你看一下他们的价格 这个上面有价格 你可以看一看 我觉得好像 还可以 嗯 你来衡量一下 根据纽约的物价水平 你来看一看他是贵还是不贵 好像稍微有一点贵 还可以,是吧 对,就不是 对,相对,相对于其他的那个,在时代广场附近的餐厅来说 他也许还不算贵的 我住在哪儿? 你说我现在住在哪儿吗? 我在纽约住在 我在纽约现在住在Queens 嗯,我不住法拉圣 我住的那个地方呢,离Elmhurst很近 嗯,但是呢,我现在 我现在没有在家 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 在Queens的一个叫Sunnyside 一个地方 嗯,对,对,对 嗯,嗯 在那里什么? 在那里什么? 嗯 哦,他们要在那儿建什么房子 哦,所以想建豪华公寓 哦,所以想建豪华公寓 哦,他们还要在这儿建豪华公寓 呵呵,觉得这儿的房子好像已经很贵了 哦,这是 这是,这是那个连租房,是吗? 我们之前说的 嗯 哦 哦 嗯,为什么是浪费呢? 嗯 哦 哦 就是说,所以那个Sunnyside Yards以前应该是个花园,是吗? 哦 所以他们想的那个花园 花园一个garden 花园或者公园 然后他们想在那个,那个基础上 再建一个,就是把那个地 那块地从花园建成房子,建成公寓 哦 嗯 什么豪华公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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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对对 对,如果是那样的话,可能 这边就有要,有大规模的那种gentrification 然后所有东西都涨价,很多人就要搬走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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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因为就是,以前我也听说过在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在Chinatown也有一些人,在抱怨,就是说Chinatown的房子和土地越来越贵 然后他们只好搬到,就是纽约更靠北的地方去 嗯 嗯 哦 对,所以这是个问题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像是Sunnyside这个地方,即使还没有豪华公寓的情况下,这的房子已经很贵了,就是,然后如果有了豪华公寓,不知道还要长到什么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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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因为我,我原来在Sunnyside的,的附近,对就,对不起,原来在那个,有一个地方,在Sunnyside,然后它叫做Fips Garden,然后,那个地方呢,就是很老的房子 嗯,然后我觉得就比较贵了,然后,然后,然后后来呢,我不住在Sunnyside,然后,我还想在Sunnyside再找,再找一个住的地方,可是,我就上网上找了很长很长时间,也找不到一个便宜的地方,后来我想算了,我就不住在这儿了,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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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可以去长岛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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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听说长岛,对,长岛有很多很豪华的地方 哦 嗯 嗯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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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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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长岛铁路,是吗 哈哈 或者开车 对,然后问题是我又不太会开车,然后长岛铁路呢,又常常出问题 哦 嗯 嗯 嗯 好的,好,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好不容易烤完试了呢,可以,如果有时间可以去,再去那个大董烤鸭,或者是其他的烤鸭庆祝一下,看看他们的饭到底怎么样 嗯 嗯 嗯,我觉得一般来说,法拉圣的都很好吃,一般来说,呵呵 就是,我觉得法拉圣大部分菜很好吃,嗯 嗯 嗯 然后呢,嗯 嗯 你今天要怎么样 嗯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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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呃,法拉圣最近,呃,我不知道怎么描述那地方到底在哪儿,但是离地铁站也不太远,呃,反正法拉圣呢,我觉得最近新开了一些饭店,就是,也是中国发生的那些饭店 中国菜,然后呢,那些地方呢,看起来就,比法拉圣其他的地方要豪华一点,呃,但是也不是那么豪华,就是看起来呢更干净,然后,呃,东西好像也更好吃 但是,但是我,我,我,我不太知道怎么描述,但是你可以找到,呃,就是法拉圣有一些新的餐厅,在那个地铁站不远的地方,你可以找到一些新的餐厅,然后可以去试一试那些,呃,那些里面有一家四川,有一些四川菜很有名的,嗯,像是我呢,因为我,我平常去的地方都是比较, 比较简单的地方,我常是自己一个人去吃饭,所以我常常去的就是离地铁站最近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有一个叫做新世纪商城的地方 新世纪商城就是,嗯,我自己不做饭,因为,呃,我不太会做饭,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每天呢可能都要出去,呃,我没有办法做饭,呵呵,对 嗯 哦 冰箱里 哦 哦 哦 这个办法很聪明 哦 哦 哦 对 平常太忙了 这个我没去过 但是我听说过 大家都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地方叫做穿山甲 呃 它的名字很有意思 因为呢 本来呢 本来这个叫做穿山甲的东西是一种动物 就大概是一个armadillo一样的东西 然后 但是他们把这个词呢 用 用他们的 用一个同音词改过来了 嗯 你看他们这个同音词 这个穿是四穿的穿 所以听起来呢 和这个穿山甲 armadillo是一样的 但是他用的是四穿的穿 然后呢 所以你就能看出来他们是一家穿菜 穿菜的饭馆 四穿菜 你可以让他们做不辣的呀 嗯 对 但是就是现在的四穿菜 很多你都可以告诉他们 可不可以让他们做不辣的 然后因为四穿菜一般来说味道都很好 如果做成不辣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很好吃 然后 就是在这家饭店的附近呢 有很多法拉圣新开的饭店 然后 我觉得他们的菜都很有特点 虽然我 没怎么去吃过 但是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 看起来是很好的 然后我也听别人说过呢 说这些餐厅不错 另外我还去过一个地方 很有意思的 嗯 他们是专门做粥的 你 喜欢喝粥吗 没有那么多口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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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嗯 嗯 嗯 对 我觉得 如果 对 如果你想喝粥的话呢 可以去这一家 然后 嗯 都在那个附近 嗯 我比较喜欢 虽然我 我现在不常喝了 就是 嗯 我觉得还是不错 我生病的时候 比较喜欢喝粥 哈哈 然后那个 就是说 因为这个东西呢 比较好消化 然后 然后比较清淡 没有很多油 然后 但是还 还可以有一些味道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我拉肚子 或者生病的话 我会很喜欢吃这个 嗯 你说他们喜欢吃什么 啊 杏仁 杏仁奶 是吗 哦 这是什么呀 杏仁 soup 为什么还是soup 这个 啊 对 杏仁奶 这个 杏仁奶 我 只喝过那个奶 没有听说过 你说 在中国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东西 他们是怎么吃的 就是喝的吗 哦 听起来很好吃 哦 听起来很好吃 而且好像比较健康 嗯 嗯 什么什么 对不起 我没有听清楚 能再说一遍吗 哦 嗯 嗯 嗯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啊 你想问他们一些什么问题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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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两个 你刚才说什么 这些学生只有两个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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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嗯 他们把他们的简历 嗯 嗯 他们把简历发给很多公司 但是这些公司不理他们是吗 不看这些简历 嗯 哦 哦 哦 就到了中国以后再找实习是吗 哦 哦 哎 对 我觉得那你在美国的话你可以去 你可以上那个linkedin啊 在linkedin上找中国人不就好了 而且你在那上面找到了以后你还可以跟他们聊一聊 然后问问他们 然后但是你又不用花你你也不用怎么说不用花很多时间就是可以先试一试看看行不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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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鼓励你去去什么 嗯 嗯 你都应该 嗯 非常强的 哦 你的意思是非常积极的态度是吗 嗯 嗯 对 嗯 嗯 我听不太清楚你说的是什么 啊 啊 嗯 呃 嗯 嗯 我們 误 MOR hunter 澎湯的一些问题 但是 我觉得你有记忆的 海语 灰风气的 海语 那就好了 嗯对 对你们不是学那个什么 愚公移山 对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就是你要积极要乐观 然后问题总是会解决的 即使你自己解决不了 也会有人帮你来解决 你们考试考愚公移山了吗 愚公移山在我们的考试 考了 在我们的考试 哦好 所以你觉得那个问题你答的好吗 对对 我请教学习字 愚公移山那个问题 你觉得你回答的好吗 考试的时候 我觉得在我们教学 因为 它 是提供了 我不知的 所以 我可能会 我觉得我的回答 但是 我不太知道 所以 嗯 我完全看起来我完全还没听到这些字 所以 我完全看起来我完全还没听到这些字 我觉得有愚公移 我完全听到这些字 我觉得有愚公移有愚公移的 我觉得有愚公移有愚公移的 身体的问题 哦 申请什么 身体 身体的问题 他们生病了吗 对 他们生病了 他们 嗯 就是 那我可能说就是 他们吃了一个东西 哦 而且他们 他们觉得 空气污染 有一点 所以 他们说 你不应该去北京 嗯 而且他们说 哦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在我们的项目 我们有一些 黑人 嗯 这些人 他们去中国的时候 他们 来 找一个 一个公寓的时候 嗯 有一些中国人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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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学生住 因为可是 哦 所以有种族歧视的问题 是吗 对 所以 他 对 建议 是 是可以在 那个地方 但是 在 那个 就是 经常 啊 哦 对 对 我原来在中国的时候 听有一些 黑人的学生 嗯 说过 类似的问题 他们当然不是说 住房子的问题 但是他们好像 有的人表达过 说 说那个 在中国呢 呃 有的中国人是 有这种种族歧视的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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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说 找到你的 你的 你的 嗯 嗯 有一点难 但是 嗯 对 因为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听说过 好像就是 不光是黑人 好像有的房子 有的房子好像是说 外国人住好像都 都不是很方便 就他们好像说有什么什么规定 然后说他们的房子 好像是外国人不能住 或者是外国人要住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或者证明 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事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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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复杂是吗 哈哈 应该是比较好解决的哈 嗯 嗯 嗯 可以解决 嗯 嗯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 你说你原来 你原来在中国的时候 嗯 做过一个什么 那个《非诚勿扰》 就是那个 你 你毕业的时候 然后做过一个表演 你可以把那一段话拿出来 说我有什么金色的头发 然后什么什么 哈哈哈哈 嗯 如果 如果我有那些金字 我觉得很痛 嗯 我害怕我会生病了 哦 所以 第一个学生 嗯 他说如果他常常在外面吃饭 嗯 所以他觉得他决定了 呃 做饭 嗯 所以他说虽然有的是 十万块时间 但是 他迷迭的学生 哦 对不起 你说他怎么 他自己做饭 而且什么 他觉得他 因为很多学生生病了 哦 很多学生生病了 嗯 我觉得可能在中国 现在中国人自己也很担心 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有的时候可能是外边的 嗯 外边的餐厅或者饭店 可能他们做饭有一定的问题 另外可能吃的这个东西本身 也可能有问题 对所以 对 嗯 对 我的 你在中国 你应该去一个国际市场 去什么市场 不是 国际超市 哦 国际超市 对 嗯 我是没怎么去过 因为好像 我 怎么说就是 在中国呢有 现在应该越来越多了 那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就是 就是有一些超市里呢 会专门有一些 卖外国的商品的 这些 地方 或者是有这种国际超市 他们专门卖 卖国外的东西 但是一般感觉 我当时觉得 可能是比较贵 好像国外的东西 是比较贵的 因为他们要进口到中国来 然后呢有关税 有那个tax 然后有什么什么 另外可能 比如说美国的东西 大概一般来说 可能就是比较贵 然后 嗯 对 但是我觉得那些超市呢 确实是 你可以去那些超市 可能他们的质量 是会比较有保障的 嗯 而且如果你用美国的这种 价格的标准来衡量的话 也许 不是很贵 哈哈 不一定很贵哈 嗯 所以我觉得 嗯 而且 嗯 想起来是做 嗯 我应该在做 你自己 工作是什么 学习 学习 老板 是 老板 所以 可以还是 学习 嗯 嗯 对而且我觉得你 也可以 比如说如果你在当地 有了一些朋友的话 包括你的学校的老师 什么的 你可以问问他们 啊平常都在哪吃东西 然后或者说 有哪些地方 的食品比较安全 或者比较健康的 嗯 哦 所以生病基本上都是什么 拉肚子吗还是什么 都是跟吃东西有关系的 哦那看来这个确实很重要哈 嗯 嗯 嗯 对而且做菜的时候可能要多加工一下就是 比如说都要都要做成熟的 然后不要吃生的 等等等等 那这个确实是比较麻烦 嗯 而且如果就是说你在中国生病的话 可能你要去医院 要吃药 要什么可能会很耽误你其他方面的事情 比如说耽误你的学习 耽误你实习 耽误什么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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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浪费了你的精力是吗 精力 嗯 嗯 对所以宁可在在这个吃的方面多花一点钱 然后也不要生病哈 也许这样 就是 对其他的方面来说呢 就是 是一个很大的节省 嗯 嗯 我今天吗 我今天就是做做功课呀 嗯 嗯 嗯 因为我我最近的活动太多了 然后但是呢 就是就是 所以就没有很多时间做功课 所以 我的功课又 有一点多最近 就是十月份算是比较忙的 因为我常常要 嗯 十月份要写很多东西 然后写了以后呢 还要交给老师 嗯 所以这个有一点麻烦 嗯 对 除了做功课就别的就还好 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哦 所以你说这个星期是 什么意思下个星期 你不是已经考完了吗 你还有一个中文考试以外的考试吗 所以另外一个考试是在下个星期是吗 哦 还是七中考试吗 哦 哦 你们的七中考试还没考完啊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嗯 所以那个考试你觉得难不难需要准备吗 准备很长时间吗 哦 谢谢 哦 雷 按摩 都 在缩 你是说非洲南部 太豐富 那你们这是什么课 为什么要学非洲南部的历史 Commerce Honors Class 哦 哦 所以这个课是和历史有关系的吗 是历史课吗 还是什么课 嗯 哦 嗯 中国文化和什么的历史 哦 所以是中国饮食文化 是吗 饮食 饮就是饮料的饮 食就是 那个饭啦 所以饮食文化 哦 这个很有意思啊 哦 哦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在中国找实习的话 你会不会找一个和饮食文化有关的 哦 这样可以每天研究吃的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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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道理哦 嗯 嗯 哈哈 所以你刚才说 那你考完这门考试 你就没有其他的要求了 意思是 什么 意思是 你就可以毕业了 还是说 你就可以去中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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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所以就说 你上完这门课 你就完成那个 owners program 是吗 哦 哦 哦 那这个项目 为什么叫honors program 是因为课比较难吗 还是需要 realization 点火 白灵 就是 打类 都应该写一篇论文 上三文课来说写一篇论文 好的 所以你的任务还是很多的 平常要上课 然后你还要做运动 然后还要学中文 还要出国 去法国 去打工 哦对对对 你还要打工 那你最近打工工作怎么样 还好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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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说请你陪他们去见客户 这个工作很好 嗯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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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哎呀 好的 那你看看这个我们做过吗 我们确定一下这个 以前我们有没有做过这个 做过了是吗 这些都做过了 这些题目都说过了是吗 嗯 所以我们上次做到哪了 这个做过吗 可能 嗯 好 这个呢 这个还没做是吗 那你要不做一做这个吧 嗯 想一想 嗯 嗯 嗯 啊 每天看到 是吗 每天都看到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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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的态度 嗯 很好 哦 有一点点什么 哦 严格 嗯 你上课迟到了 你上课迟到了 嗯 哦 哦 哦 比较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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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的來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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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嗯 我覺得就算你最後一句話的意思是 就是你能達到現在的中文水平 嗯 我覺得不僅是因為你自己的努力 是吧 也是因為兩位兩位老师有很好的教育方法 哦 嗯 哦 原來他們是這樣 還有這樣的不同 哦 好 嗯 我覺得你的成語用得很好 嗯 對 當務之急就是提高你的那個中文水平 然後 郝老師有有 你說郝老師有黑色的頭髮 郝老師有頭髮毛 所以我就覺得 就你說郝老師有黑色的頭髮 我第一個想法是 我怎麼沒有注意到 後來一想 哦 好像是因為他平常 平常是光頭的原因 嗯 所以你的這個中文課 呃 所以你的你的你在亨特大學的中文課就是最早是胡老師教 然後又是郝老師教的 是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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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严格 对确实是 所以那胡老师教你们的时候 你们的班上是有多少个人 你们的大班课有多少个人 胡老师 胡老师 那么多 所以现在有六个 嗯 为什么他们去得那么早 年龄比你大 哦 所以那你们最早进领航项目的时候 你们也需要申请吗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还没有上 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上领航的时候 你是 你是怎么申请的 你申请要交什么材料 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你刚上大学的时候 你还没有进到领航的项目 是吗 你的领航项项目是从大学几年级开始的 高中毕业就开始了 所以就是说你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你就已经是领航的学生了 诶 那那我就很奇怪 那就是说 你在申请亨特大学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他们 你想 你想上领航吗 哦 哦 哦 还可以这样 哦 嗯 哦 那你是怎么进领航的项目的 就是你到大学 他们就告诉你 你可以进领航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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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上亨特大学以前 你会说中文吗 人家很厉害啊 好那我有时间 应该把这句话 告诉胡老师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好我们刚好也差不多应该下课了 我们差不多是12点开始的 所以现在刚好是一个半小时了 好 哦没有没有 嗯没关系 嗯 嗯不客气 好那我们就下课了 星期二见 嗯 嗯 好谢谢 谢谢 你也加油 再见 谢谢 啊 我就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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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